那么我们现在念佛 没有常到法味 念念呢 就念忘掉 念念阿弥陀佛 一别去念 想去别的东西去了 这个不要去 功夫不得力了 你要继续努力的去念 要继续努力 要认真 刚才讲了 凡是障碍 这个东西统统要学起 换句话说 要专心 要一心 要清净心 要真诚心 要恭敬心 这样去念 你念到个半年 在一般讲的时候 需要半年 就能尝到味道 尝到发味 发味尝到之后 往生 七方 信心就有了 自己就有信心 越往下全面 信心就越坚强 所以往生的时候 欲知实至 功夫要是更深 更好 那就不识 欲知实至 是可以随意 往生 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想早去也行 想晚去也行 也可以 这就是我们常讲的 生死自在 所以功夫深的人 可以达到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呢 说老实话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做得到的 问题就是 你肯不肯干 肯不肯 端念 最怕的 那就是 这个这个这个 救命妙行菩萨 在西方 确实里头 所说的 念佛 最忌讳的是 架杂 是最怕的 所有一切功夫 不能成就 都坏在架杂上 这个架杂 简单讲 就是不专心 刚才讲了 一面念佛 一面想念咒 一面还要看别的经 这个叫架杂 所以你功夫不得力了 怕的架杂 这个是 一定要晓得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